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中國國有銀行農業銀行之前推出了連心泰,如果有印象的觀眾應該記得之前我們講過這件事, 還說未結婚的男女朋友可以作為房貸的共同還款人,但這個產品反而在大陸不是個個看好,其實這一類這樣的擔保貸款在澳門香港亦有。 但是農行表示連心泰的業務現在已經暫停辦理,原因是業務量太小,根據大陸財聯社28號報道,中國農業銀行北京某一間分行表示, 同時,他們的連心泰業務近期暫停辦理,原因是總體業務量比較少,處於停辦狀態。 報導提到,在這個行業邊的專家,個個都在警告,就說這一個連心泰是加強貸款人的還款能力, 但亦都可能會產生合約糾紛和違約風險。 而其實在現在來說,輿論上對這個連心泰是負面多過正面的, 根據《華夏時報》所引述的北京金素律師事務所主任黃玉神的意見表示, 說未婚男女朋友和夫妻不同,無法律關係亦無法出具關係證明, 銀行可能只是叫當事人提供一個承諾書,這種做法是為了推動買房消費有利有弊。 現在銀行存在一個房貸業務上的集體焦慮,有一個銀行界的業內人士說, 以北京為例,好多客戶提前還房貸,有買樓的人意願比較少,貸款的人也少, 沒有人買樓,銀行的房貸就放不出了,銀行現在只能夠往消費類的貸款業務上轉移重心, 而《廣州日報》亦引述逆居研究總監的意見, 說連心泰以未婚男女朋友作為共同還款人,如果情感出現問題,還款都一定有問題, 看怕這個貸款是高機率出現一個違約情況。 而中國銀行保險部亦引述某一些房產中介意見, 說連心泰可以提高貸款額度,延長貸款年限, 不過由於存在未來可能分手的實際情況, 好少有未婚男女選擇這一種共同貸款形式, 即是說現在大陸這個年心泰又沒得玩, 其實都很正常的,現在如果不是一些很穩定的男女朋友, 分手機會率很高, 你不要說男女朋友, 想結婚都會離婚, 到時層樓一分手的話, 那單步怎樣呢? 解決不了銀行不會被你切的, 你一借了錢你條數背上身的, 除非你還了一筆貸款, 現在為了推動這個樓案的貸款, 都真是可以講得上是出盡手段。 好了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